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车现在变成了什么样模 因为我这两天正在琢磨改装这个床车的2.0版 给它进行升级 然后前两天就把后面全部都拆了 然后看一下现在的状况 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了 现在是可以看到只有后背被拆掉了 还有这块这个塑料件 但是之前我是把包括这个坐垫 以及后面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拆掉 然后因为我是想把它这个床的高度 降到最低 这样然后上面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然后拆完之后我发现像这块的这个铁件 这个东西是拆不掉的 包括这个这个是可以拆掉 我把三个螺丝卸掉了 但是这个螺丝是我卸不下来 后来我发现这个不拆应该也可以 因为如果我以这个高度为基准来坐床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是可以保持的这个高度的 那如果后面这个保持这个高度的话 那这里就可以作为这个木板的一个支撑 保留它也没什么问题 后面看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我就再给它买个套筒搬手 把这个螺丝拧掉把它拆下来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不买套筒螺丝了 直接就把它保留着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我现在的规划是 这里做一个这个木板 然后把它支起来 然后这里再做一个木板 然后做到这个座椅这里 坐垫这里 然后这里再做一个木板 这个木板是跟前边一直到这个座椅到最前的位置的一个长度 然后它展开以后就会是一张床 就会是一个这个高度的一个床 我觉得这个高度也还可以 还比较够用 之前我想把这个座垫全部都拆下了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如果拆了之后呢 下面还是要垫东西 那还不如保留这个座垫 只把靠背拆了 这样后面也还是可以坐人 然后坐成床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后面我坐的那个木板 折起来之后也可以把它当做靠背 后面这个板就到时候作为床板 给它保留一下 然后下面的这个泡沫 我应该到时候会把它拆掉的 拆完之后 它下面就只是一个这个备胎了 就只是一个备胎 就保留这个备胎 然后上面就作为储物空间来放东西 然后上面的支撑呢 就找个木棍把它做一个支撑 然后两边的泡沫已经被我拆掉 之前我是把整个车的全部 这些上面东西都拆掉了 然后现在又给它还原了一部分 然后现在我就准备去买一些工具 然后再买一些材料 来实现我的这个故事 因为我是没有车库 然后也没有院子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又是一个二楼 所以搞这些这种改装呢 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尽量走一些这个简单的思路 尽量操作起来不那么麻烦 现在来买一个电锯 它家是比Home Depot的工具要便宜一些的 上次那个滑轮就在这里买的 你好izi 疯独你 估计 砂湿 这不是一只呢 因为砂湿 这个70刀,而且还不含电池 这也是70刀,这个也是不含电池的 这都是不含电池的 我去看看电池多少钱 电池20伏的30刀 好吧,这是这个带线的电锯 这是这个插电的电锯,这个是30刀 但是它这个锯票也要单独购买 然后这些锯票是最便宜的是8到6寸 算了,我还是去Home Depot看看 反正木盘也要在Home Depot买 Home Depot东西比较多 或许会有便宜一点的,合适一点的 去Home Depot之前先到Costco来完成一下美洲的日常采购 我们下期见 这个是9个月的日常采购买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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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Home Depot了 现在变下令时了 现在7点多了 天还没有黑 我先去找个电锯 然后再去找合适的木板 Home Depot的果然更贵 这100以下的几乎都没有 动不动就好几百 这种人怎么买 最便宜的是这个插电的叫摩机 但是它也是不带锯木刀的锯片 它里面只有一个打磨的 它这边主要都是用台锯比较多 像这种电锯最便宜的就是 这个也就是有点大 就没有一个小一点的嘛 我去看看有没有手具吧 这电锯实在是太贵了 没找到手具 估计是美国人不用手具 这么费力气的低端工具来干活吧 先看看木板吧 这些都有点太厚了 没有必要 就这个的厚度还比较合适 大概是个一厘米多一点 然后这么一块 本就25刀 以前就这么贵吗 还是最近有涨价的 我记得之前来好像没这么贵 上面的便宜一点 上面的就小很多 最后啥也没有买 或者就都出来了 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真的 我觉得美国的物价可能最近又在分涨吧 应该油价一下子涨了一刀 然后别的应该相应的都在涨价 我觉得明天我去DI那个二手商场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被我所用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里看到过 他有一盒那个新的地板 但是当二手的卖 如果还在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买回来买 但他应该肯定不在了 但是我就看看还有别的 或者说也可以从Facebook上面淘一些这个 免费的家具什么的 然后回来给他拆了 用上面的木板 然后电锯的话 我从网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今天也就在Costco采购的比较痛快 你还买了这么半车的都会去才花了120刀 然后在这两个五金店 啥也没有买 都是空手而不贵 真的是价格太惊人了 哎呀,赶紧回家吧